大家好,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怎样做好一道虾酱炸五花肉,做法简单又好吃。 首先,我们准备五片,蒜拌,三十克姜,两粒鸡蛋。 然后,我们准备五百克的五花肉,大约把它切成这样的厚度。 然后,我们把蒜拌,拿来备用。 姜,太烂,拿来备用。 现在把五花肉倒入盘中,加入蒜,加入姜。 2茶匙,麻油。 糖,1茶匙。 虾酱,1茶匙。 绍兴酒,2茶匙。 生抽,1茶匙。 把它搅拌均匀。 现在这个时候,我们是把它腌制,大约三十分钟。 现在加入两粒鸡蛋。 大约三十克面粉,五十克玉米淀粉。 把它搅拌均匀。 大约搅拌到这样子的程度已经是可以了。 拿来备用。 现在把玉米淀粉和面粉,鸡蛋一起加入进去。 大约是这样子的程度已经是可以。 现在烧锅开油,加多一点油进去。 油热热,现在加入五花肉。 小苹酱。 现在千万别开大火。 这样子开大火。 现在我们把它拿上来先。 把油温提高 我们再次把它放下去 大火炸至它大约30秒 像这样子 已经可以上锅了 一道芳香是郁的 虾酱炸五花肉做好了 无论味道和外观都是很好的 喜欢我的频道 就订阅分享按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